字腐通的知識寶庫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字腐通的知識寶庫 過去訪問了很多不同的成功女性 她們都有一個特質 有一個獨當一面的才華 但今天這位嘉賓更加厲害 將看上去好像三樣完全不同的東西 或者是沒有什麼關聯的東西 連在一起反而更加遛得她的獨特性 Anise 歡迎你 Hello 你好 其實最初認識你的時候 都會覺得為何真的可以把三樣元素放在一起 就是分別包括建築 書法 和很動態的排球這個運動 這三樣東西大家看下去 是真的沒有什麼關聯性在這裏 但偏偏就是因為沒有關聯性 而在同一個人身上發生的時候 就看到大家都反而在社交平台上 都有很多你的支持者 又喜歡你這種表現方式 其實是特意設計 還是其實這三樣東西 在你的人生階段當中 都是不同時間出現 所以這麼巧地把他們三個組合在一起 其實這三樣東西都是在我人生裏面 不同時間的時候出現 都有一些少許重疊 其實我本身個人就很喜歡學東西 對所有東西都很有興趣 我本身是由中學的時候就開始打排球 當時就未寫書法 有時候我當時是不喜歡寫書法 覺得是很悶的東西 一直都有打排球 都入大學了 大學到建築 這兩樣東西都開始交替進行了 但有一年就很不幸我打球的時候 前十字印帶受傷 不需要做手術 大約要休養一年左右 當時我就好像突然間失去了一些東西 失去了一個很重大的興趣 那我就開始找工作 因為我又走得不太方便 當時我就陪我媽媽 我媽媽很喜歡寫字 我陪我媽媽去學書法 到頭來就變了我很喜歡這件事 就好像有些人說笑 陪朋友去選港者那些 就變了好像一學就不能自拔 就一直寫到現在了 我看到如果在書法當中 其實你有跟很多國際的一線名牌 都有一些合作 之後還有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把它變成為一個自己的一個名牌 但其實小時候開始 有沒有最初因為真的很喜歡排球 本身就想著想著夢想進發 很想在運動發展 但為何修讀的時候又會選建築類別呢 其實建築的感覺都好像很光陽味很重 因為其實自己本身就很喜歡畫空仔 我就很喜歡看一些關於藝術的東西 或者關於空間的東西 本身都喜歡建築這件事 所以大學的時候就考了過香港 因為我本身是澳門長大的 我家人都是澳門的 我大學的時候就過了香港那邊讀書 就開始我建築這個夢想 我也保持著打排球 中學也是澳門打排球 過著香港就繼續延伸我這個興趣 在香港這裏 但其實這三樣東西我們看上去 很難將它們放在一起 因為有些很動態 有些很靜態 建築就很有藝術感 和一個專業的範疇 但其實當這三樣東西 都在你的人生當中出現 有一些交碟的時間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找到它們 原來外人看上去覺得很沒有一個共通性 但在你身上可能又不是這樣想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共通性 但我想到一點其實都很像的 這三樣東西就是恆心 因為這三樣東西都是一些難掌握的技巧 例如排球 我覺得在運動方面是比較難掌握的球類 你要進行這個項目也比較難 因為你不能一個人就可以進行一場比賽 起碼都有十二個人 進行的時候都比較難 還有技術和要求 我覺得比其他球類運動高一點 你要難一點去教育這個技巧 你才可以進行一場比賽 或者跟幾個朋友去猜球 普通隨便玩 都比較難一點的 阿奇就是大學 我中文大學四大學是之一 都是一些很辛苦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阿奇和朋友 都是很靠你的恆心去做這件事 才會達到你想做到的目的 中文書法都是很有恆心的 老套些說句 人們常說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其實你見好字 要寫字好像很容易 但其實每一筆每一畫 都可能在背後這一筆 可能已經寫了千次才寫出來 所以這三個興趣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要耗入恆心 其實尤其是在現在的新世代 我覺得更加突顯到恆心的重要 就是你很多東西都可以電腦代錄 也都說是科技化 甚至乎我見過有些程式 就是司法的字 好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都很厲害 但它可能是在電腦出來的 它有過千種過萬種給你選擇 但就缺少了那份每一筆 可能你落筆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那種勢力 但如果說到書法 其實跟不同的品牌都有合作 就是幫他們設計一些 可能是寫品牌 但有沒有想過當初 本身是 不要說它是替代品 而是可能在你受傷的期間 偽藉你心靈或者培養另一個興趣 竟然又是變了另一個都幾主要的支線 在你的事業當中 當時就有大約一年多一點 我是一個freelancer 沒有一個正職的 當時是都幾開心的生活 比較free一些 工作人生平衡就可以做到 因為之前做ARC 都比較辛苦 但是收入方面就沒有那麼穩定 雖然是很free 覺得每一天都很casual 但是安穩程度就比較低 但其實單講書法這件事 也不是小時候開始 家人就迫你一定要去學 可能是從小到大練習 都可以叫做叛徒才開始出家 即是開始練習 算不準是都幾有天賦 很短時間內 你就寫到一些很漂亮的字 亦都吸引到一些很大的企業 去找你去邀請你合作 會否覺得書法原來在你生命當中 突然間霧了出來 又是你其中一個埋沒了的天分 好像因為蔡翁失馬 燕之非福 因為我受傷 失去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排球 而得到另一件事 而且因為我家人媽媽很喜歡寫字 她寫字很漂亮 我小時候看她的字 覺得很漂亮 我也很想寫到這樣 其實我想是從小到大 也有一點影響 你第一次去接觸書法 慢慢去學習的過程當中 循序漸進每一個階段都不同 你覺得自己的心態上 有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很多人就說 書法是很內心世界的一件事 反應到 也是的 最初真的陪我媽媽去學 玩玩一下心態 陪她的心態去做這件事 但當之後發覺自己喜歡的時候 有時會對某些事情很執著 有時會去到樽頸位 反而我有幾個興趣可以交替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 去到這個位置 我就先去打球 有時打球的時候 遇到某些挫折 我就先寫字 反而我有幾個興趣的好處 可以交替進行 當你有一個困難 你可以放下它 不是放棄它 是放下它 先去那邊 做另一件事 做完另一件事 你會有時 會得到一些體會 去做回 開頭做那件事的時候 會有時會更好 其實現在大家 多數都是用電話 電腦溝通 打字 甚至不需要自己 打完整段文章出來 錄音又可以 可能是你打了第一個字 後面已經跟著了 再去自己下手 去寫字的感覺 其實你會不會覺得 在這個世代 更加要珍惜 其實也是 因為現在所有東西 都科技化 反而以前很喜歡 可能用書信來往 或者上課的時候 全紙仔都是寫字的 我覺得這些是有她的獨特性 不過Anise整個成長階段當中 經歷了一些不開心 或者在中間可能受過傷 其實在這些 少少的挫敗裏面 有甚麼令悟呢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聊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知識寶庫 Anise剛才也簡介過 你對於建築 書法和排球的興趣 在社交平台當中 我們就會比較常接觸得到 多些的就是書法家 在我們眼中 現實生活當中 你就是一間公司的建築師 如果在家庭生活當中 就增添了一個新的身份 就是一個媽媽的身份 說了怎樣去培養小朋友之前 不如說說你小時候 其實媽媽對你的影響 是不是都很大 這位聽你說 最初你真的接觸書法的時候 其實都是因為媽媽而起 是的 我媽媽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她讀書很聰明 而且她的字很漂亮 我從小到大都 都深受她的影響 平時見她寫這些字很漂亮 或者她對自己的要求都高 反而我覺得是暗暗地 令到我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 還有我個人本身 我覺得是自己有點硬 例如我想做到一件事 我就要繼續想做下去 想做好她 我覺得這也是對我一個很大的影響 但其實會不會說她對你的 所有的培養方法 令到你自己都是一個屬於比較上 即適應能力高 或者是都比較上 可以容許自己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即最初你排球受傷之後 可能也有經歷了一些迷惘 但原來書法也是你一條出路 甚至乎由自己叫做療傷的過程轉變了 已經吸收到生意回來 真的變成其中一個收入來源 是否真的在你的童年或是你一路的成長 其實你都會喜歡有很多的變化 我想我是因為一個獨女的關係 我從小到大都比較獨立 反而小小的家人 即我爸爸媽媽就給我很高的自由度 給我選擇 或者她又沒有怎樣逼我 你去學這個 你去學這個 反而我本身的性格 是很多東西都很喜歡 很多東西想學 我就會跟她說我想學這個 他們都很支持 鼓勵我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想是因為從小到大 在這個環境之下成長 所以一個人就比較獨立 還有想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 因為他們會很支持我 這個很重要 因為現在很多家長 可能培養小朋友 很多方面的興趣 或者很多方面的才華 其實很有目的性 很多時候都是為了她 可能她要去上學的時候 可能interview又會高分一點 然後可能也會再想遠一點 就是將來的出路問題 即是會否賺到錢 但你家裡就沒有什麼 給過這些壓力 即是可能你最初很沉迷於 運動排球那邊 即他們都不會去阻撓你的興趣 即都沒有擔心過 會否說她顧著打排球 排球未必會賺到食 即就沒有這些事情 反而受傷她就會擔心我 平時她都知道我 是很喜歡這件事 她都很支持我去做 會否說你都會將這一套 放在現在 即將來 即你一路去 教小朋友的時候 你覺得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因為上年年底 我生了我的女兒 她現在大約九個月 其實我都開始想她之後的路 怎麼走 我也有點迷惘 因為以前我的年代 我想跟現在的年代 又完全不同 即現在的年代 真的 每個人都說 贏在氣泡線 你真的要計劃 你女兒要讀什麼 遊樂團 或者入什麼幼稚園 即是很有目的 我現在都在思索 應該怎樣教育我的下一代 我們經常都說 將時間 精神 投資在小朋友身上 但這個投資 未必只是說 想個回報是什麼 其實是否沒有想得那麼遠 現在這一刻 就沒有想得那麼遠 還是想她健康化學成長 做個開心的人 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有沒有想把你這三樣的事業 一個就是書法 然後建築 或者是你最大的興趣排球 都灌輸給她 其實我也想她打排球 因為我覺得 我在排球裡面的得著 是挺多的 我覺得這個運動 首先是一班人很努力地 去進行一件事 那個行心 還有 我覺得打排球的人 是很單純的 那些隊友全部都很好 所以一直排球給我的感覺 都是很正面 我也想我女兒 會未必玩排球 至少玩一個運動 我覺得對她 將來的身心成長 都有很大的幫助 都聽得出你對於排球 其實是很熱愛 但當你真的受傷那一刻 發現到你有機會 可能想得悲觀一點的話 就不能再去接觸這種運動 或者你可能某程度上 要放棄的時候 你怎樣捱過的那段時間 其實那段時間 我真的覺得 那個世界是黑色的 有時候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為什麼突然間會受傷 那一刻是接受 真的很突然 那 怎樣捱過 其實都是靠我一班排球的隊友 支持我 以及我家人支持我 才可以度過 做完手術 又要康復的一段時間 才慢慢繼續打回排球 但是會不會是 你說你轉移了視線去書法 然後書法又給到一個成績 也是的 其實好像 你便說 原來有另一線窗在開等著你 是的 我便把我的時間投放去書法 發覺原來書法給到我的東西 是另一件事 即是一些比較靜態的東西 但是更滿足感 或者那種治癒的感覺 有些是在排球上找不到 即是會比較關於藝術 或者關於建築那方面的事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三件事 看起來好像吾啦加 其實都有少少共通之處 可以連結在一起 那你記不記得當初 當你慢慢發現到 書法原來是可以其中一條出路來的 甚至是幫你找到生意的時候 其實整個的過程是怎樣的 即是你當初只不過是想去跟著媽媽 或是一起去學 但怎樣變成 好像除了在社交平台很受歡迎之外 又怎樣那些品牌會找上門 即是很想找Anise一起做一些Cross Over 我猜都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很輕看Facebook和Instagram 那我就在我的Instagram分享一下我一些作品 可能是因為有些人看到覺得挺有趣 那有一年就是九年 就找了我設計一個調轉了的輝春 即是一邊看是複製 調轉了是一隻狗仔 可能是因為那次之後 就開始多人注意了 就有些跟其他品牌合作的機會了 就開始了 但有沒有曾經有一刻想過 很想把它再發大一點 可能是當會成立品牌 或者是把它變成為一個 真是走向一個事業化 是一個生意去看呢 我又沒有真的想成立一個品牌 我也是想當是一個興趣去分享出去 即是這個反而未必會給自己壓力 其實因為寫字這件事 你是很需要一個藝術的元素 比較多 如果真的 反而有壓力 我覺得未必做得好 加上一些商業元素 例如品牌有些要求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多衝突 有些矛盾在 都可以的 因為他們都會很尊重你的創作 都比自由道理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壓力 不過我相信Anise的生活模式 曾經做過一個自由工作者 亦都可以把自己幾樣的興趣結合在一起 大家看在社交平台的分享 就看得很開心 亦都很想看看自己 會不會都有機會成為你 不過究竟做一個自由工作者 以及這個世代 需要有這麼多種不同技能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有些辛酸 有些辛苦在這裏呢 我們下星期在節目時間裏 再跟Anise聊過 你現在看的是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了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的了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